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二十大会议上被离场的话题持续的余波荡漾 那么在这个事发之前更早的照片其实也陆续曝光了 最新的影片显示胡锦涛在被带出场前想要翻阅桌上的文件 但是遭到了阻止 而习近平见状之后呢就马上叫来爱将 也就是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丁薛祥的手下将胡锦涛请出场 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二十大闭幕上被离场的画面扑朔迷离 又有新影片还原事发前经过 胡锦涛身手翻阅桌上文件却被一旁的栗战书出手阻挡 后来他更直接把文件抽走并交头接耳试图安抚胡锦涛 坐在另一边的习近平眼看不对劲马上把随护叫来 下指令时也不断指着桌上文件 接着胡锦涛就在不情愿之下被带出场 而没有出手但陪同胡锦涛离场的男子 是习近平爱将新任政治局常委丁薛祥的手下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孔绍迅 胡锦涛只是想翻阅文件就被迫离场 背后原因持续引发揣测 外媒更在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提问 中共外交战狼又是四两拨千斤没有回应 虽然新华网说是胡锦涛身体不适 但画面会说话 看来跟文件脱不了关系 文件上疑似列出了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 但上头胡锦涛的人马 李克强跟汪洋都没有上榜 前总书记被请出场遭全球媒体大放送 显示中共派系制衡已经瓦解 习家军独大 包括习近平手下大将外交部长王毅 也是69岁超过退休门槛 仍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 渴望取代杨洁篪 坐上中共外交圈第一把交椅 成为中央外事办主任 上任后将延续强势的战狼外交 中国驻媒大使秦刚也抱冷挤进中央委员会 有机会接替掌管外交部 反映出中共高层把未来重点摆在中美关系上 有任何弹